怎么搅的 说吧 后来一次周末 我回来了 我跟他在家一块儿 坐着看电影 当时我出去接了个电话 我回来之后 他就一直板着脸 我当时问他 他也跟没事人一样 我问他咋了 他说没事没事 就是脸色难看 然后第二天我要走 他也知道 我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 我走的时候 他说没事没事没事 就是脸色不太好 我说没事没事 我过了检票口 我要上火车了 这时候倒好 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你要是走了 我就死给你看 你说本来 我又感觉脸色不太好 我那时候就一直问他 本来就是嘛 你看以前他什么事都跟我说 吃饭今天吃什么的 也会先跟我说的 他必须什么事先向我 会把我同意了 他才去做 但现在他接电话还背着我 而且刚开始 毕业之前就已经说好了 说都在唐山他不干 他偏要去北京 而且你也承诺了吧 你说到时候在北京 不行给我接过去 也就北京 现在又走南方去了 而且你要去南方 没啥背着我呀 你有啥不可告人的秘密呀 你还少讲那一顾了 原来你还要去南方啊 因为那时候 我还是实习的呢 公司说填自己想意愿去的地方嘛 那几个都是南方之类的嘛 我就写了一个 明白 那你告诉我怎么了 我告诉你不是就为了 怕跟你吵架吗 那你不告诉共演奏 反正我又去不了 我就有一个这想法不行吗 明白 那你去不了 你想法你应该跟我说呀 你后来回来了吗 我没有啊 领导骂了我一顿 不是你后来就留下来了是吧 当时我就妥协了 他都那样逼我了 我不妥协嘛 然后你就没开成那会 没开成那会 但是领导也没辞了我 他就警告我了 他就跟我说 工作就是工作 生活就是生活 你别弄得公司不分明的 对对对 后来怎么就 后来就是公司接了一个大单 我本来我就 你看领导在领导面前 就不怎么好 他说接了一个大单 那时候团队工作嘛 都特别忙 我半个月没回去 他后来他去北京找我去了 半个月没见 一开始我挺开心的 他来了我特别高兴 但是我第二天要出差 我要跟着领导去出差 你说多难他一次机会啊 我能不能留在 我就看这次机会了 他可倒好 他非得跟着我去 一开始我不同意 他非得跟着去 后来我说 谁没去 去了 当初我俩都商量好了 说到了你不能说认识我 我俩订了同一个酒店 同一个飞机 然后到那儿 我说晚上我下班之后 我第一时间去找你 可他倒好 一下飞机过来挽着我的胳膊 你说我领导看见多尴尬 你说吧 本来就是我先去找你了 你还要出差 你怎么想来找我呢 我找你你还静上 当然得带着我了 但是咱们当初 而且你工作 现在天天谈谈工作工作 那我算啥呀 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 说 工作重要还是他重要 而且我还是通通的 我得有工作才能养你啊 问你呢 工作重要还是他重要 这不丢了工作吗 现在还有你重要啊 答得真妙啊 这恋爱谈的是吧 工作没了啊 我工作没了 我天天受压 所以你要决定分手是吗 对啊 他现在你看 他现在就这特别作是吧 他以前对我就挺好 为什么以前可以对我好 现在就不可以对我好了呀 以前那是在学校呀 你说我没什么压力吧 我就天天跟你在一块 那现在你有压力 就不能跟我在一起了呀 现在谁不分手来着 我不分手 你不分手啊 嗯 你倒要分手了 我天天受压快 熬出头了 恭喜你熬出头了啊 是你要分手吗 是 我要分手 我不同意 大声告 我要分手 我不同意 我要分手 我闭嘴 完了 哎呀 你这一点微信和微网 都没有了啊 你看他现在就是这种租 啊 他的租已经 你是真想分手 还是说说呀 我真想分手 我现在真想啊 我这心里都 受不了了是吗 都已经有病了 他就像摆弄玩偶一样 在控制着我 啊 我现在我真的不行了 我现在 我压力特别大 你醒了 我累了我 哦 就累了